尼采说 当我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 我只想到了布拉格 刚刚走出美丽夏岭中华小姐十六强 离开温暖的广州 来到了秋意浓浓的捷克 在这个古老的中欧国度 开启为其十天的海外之旅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欧洲 听说来到布拉格的时候 我特别地兴奋 然后来到这里发现 所有的一切如我所想 布拉格给我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安静 梦幻和美丽 看到周围感觉随处 每一个风景拍下来 都是一个艺术品的感觉 布拉格在我的印象当中 是一个童话的世界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城市 十六个姐妹在一起 我觉得在欧洲可以让我们的友情 更加地升华 布拉格 我们来了 浪漫 冷峻 古典 文艺 带着对布拉格的憧憬 华姐们踏上了文学影视作品 不断描绘的布拉格旧城广场 刚开始接触的布拉格是 蔡依林的一首歌 她当中说布拉格广场 有一个许愿池 而来到布拉格广场之后 发现没有许愿池 更多的是各式各样的教堂 我刚刚进入的是圣尼古拉教堂 非常地好看 具有巴洛克式折中主义风情 生命是美丽的 送 布拉格舊城区 如同一颗凝醉于中世纪的宝石 想要饱览它的光滑 那就要攀登186级的楼梯 来到火药塔地 那么其实火药塔呢 在以前它是舊城区的边缘 它是一座城楼来的 是通向这个城市旧城区的13座的城门之一 就是我在塔上面会看到一些很多的 用的颜色一般都是比较鲜明的 比如说像红色绿色 还有一些比较清爽的 一些这种青色白色的为主 和这座火药塔的颜色 本身就显成了一个这种非常鲜明的对比 就给我更多的感觉就是 我站在历史的一个台阶上面来走向新时代 成维話的文化 dense的声音 dod 在人類中明白 有些人一再錯過就不再 歌聲與色彩交融 布拉格如同斑斓的迷宮 當你以為自己看見了 它古老的深邃 轉過彎 竟是雄偉壯麗 歷史六百年才建造完成的 聖維特大腳踏 彩繪玻璃絢爛奪目 攻陷流轉 上帝彷彿就在這窮頂之上 它是波西米亞軍王加冕 也是葬禮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黑灰色的建築風格 是標準的歌特式 所以也有一點恐怖的感覺 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是有巴洛克風格 也有古代風格 當我們進去這個教堂裡面 會發現特別的金碧輝煌 第一種感覺就是特別的壯觀 當陽光從窗子裡照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的漂亮 顏色也特別的炫爛 布拉格城堡區的魅力 顯於氣派的皇宮 也藏在文藝的階項 城堡侍衛和皇室金將們 居住過的黃金像 也曾是捷克作家卡夫卡的劇作 這裡就是卡夫卡的故居了 卡夫卡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布拉格就像一位 戴著利爪的母親一樣 不論你走到哪裡 都會回到它的懷抱 你看現在這個黃金像 五顏六色的小屋 就好像有利爪眼 把我們抓住了 深深地吸引著我們 我本來只是從字面意思上講 黃金像感覺是金碧輝煌 像那種金的 是來到之後發現 不是想像的樣 而是一種有童話色彩 然後五顏六色 特別可愛的一個黃金像 漫步城堡區 童話般的圖景 有如童年的夢境 這些眼神清亮 笑容明媚的女孩 不就是故事裡的公主嗎 今天我們的節目組非常好 給我們穿上特別漂亮的禮服 然後每一個人 今天躲在布拉格的城堡裡 都是一個公主的姿態 我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白色的女孩 因為我保有初心 也包容五光十色 我今天穿的這個衣服 整體色調是黑色偏多 但是也用到了一些亮色的 明亮色的顏色作為點綴 因為整個的畫風 它其實偏向於這種 復古的影歌特式風格 然後整體的顏色色調 跟我的衣服也是比較搭的 中華小姐們 做得了城堡裡的公主 當然也當得了宮廷裡的女王 穿上華麗的宮廷服 女孩們 像是從文藝復興的油畫裡 走了出來 這座讓姑娘們穿越歷史凝固時光的建築 是原捷克工商銀行大樓 這間銀行曾是捷克一所最重要的金融機構 而這座華美的建築 也是新文藝復興風格的經典作品 如今它是中信集團的資產 那我今天的感受是 我覺得我一進來就像 掉進了一個幾世紀之前的老電影當中 然後在這個引導員的帶領下參觀了一個 感覺自己就是幾個世紀前的貴族 現在我們位於的是銀行以前的營業大廳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廳非常的金碧輝煌 整個的工商銀行大樓的建築 是一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它的外觀不能進行任何的改動 而且內部主要的部分 也不可以進行任何的改動 像咱們看到的這些皮質沙發 它們至少都有上百年 一百年的歷史 我真的就親手摸過它 那個一百多年前的沙發 然後它們現在保存的也非常完好 因為現在是中資企業 是這個樓的股東 因此我們放了一個 終結兩國的國旗 象征著兩國的友誼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形式 通過一家中資企業的力量 能夠把它傳遞到我們的國家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文化傳播的橋樑 和交流的橋樑 其實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也是帶著使命感的 因為我們代表華姐的一員 然後走到這裡 它不僅讓我們捷克的觀眾 知道我們中國華姐的美 然後更能夠讓我們 透過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窗口 去帶給中國 讓我們的華人知道 其實捷克他也很美麗 知道他們的文化 知道他們的歷史 中傑兩國都是歷史悠久 文明璀璨的國家 聯繫緊密 情意綿長 捷克共和國總統特命代表 捷中友好協會的主席 亞羅斯拉夫 德沃吉克先生 一直致力於推動 中傑兩國的交流合作 也向推廣中華文化 展現華裔女性之美的 中華小姐們送上了祝福 我是非常幸運 在《Fenix》的《Fenix》 在《Penisliby》 中華國總統特朗普總統 所謂的聲音 和所謂的《Fenix》 和所謂的《Fenix》 在天海裏面里 老百姓 den 《Fenix》 從徹底化 立場 來 Вид理 人无讀著 就是一場的演唱會, 在全面加上的樂園提供的演唱會表現 即使得一場演奏, 一場演奏,其中选拒, 非常的電影, 集合到 處女子… 和女子有機會大衡, 他們群的參合, 有很熟悉的工作。 我希望他們, 極度結構, 我們在這個集團結束 最優秀的 讓他們和其他組織 行走在夢境般的布拉格 姑娘們幾乎忘記了 這是一場比賽會有真實的淘汰 在西壤喧鬧的哈維爾時期 他們突然接到了一個特殊任務 分成四組 用500克朗要各買一份禮物 送給將在旅程終點 離開的四位姐妹 今天在我們來到了 布拉格的一個集市上面 我們要用這500塊錢以內的這個資金 給我們的 可能即將要提前離開我們的小夥伴們 買一個禮物 我們先看看吧 大家可以買兩瓶 說不定皇冠價可以買三瓶 然後回家 這兩個都是我們拍過 而且是我們一起去過的 我們一起去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不錯 他不是說是每個組織們買的 就給你胃泉肉買的 但是如果我們這錢夠的話 可以買四瓶 友誼地久天長 但賽果終會揭曉 承載著女孩們真摯情感的禮物 誰會收到呢 我們今天所有人都是三點半騎的床 走上來的時候覺得特別冷 我以前沒有看過日出 這是我第一次來看日出 而且還是跟這麼多漂亮的小姐妹們一起 真的很興奮很激動 覺得就是當看到日出升起的那一瞬間 所有的疲憊也煙消雲散 有感動的想要落淚那種感覺 真是太美了 看著房屋的那個鳥鳥的吹煙在升起 還有鳥鳴聲 然後看到那個博物的神秘的面紗 就在慢慢揭開這個城市的景象 實在太美太美了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布拉格這樣的一個 算全景吧 覺得好美 好夢幻 陽光就像畫筆 描摸出了布拉格的斑斓色彩 和豐富的線條 頂和塔間沐浴在微風和晨曦裡 波光淋漓的福爾塔瓦河 和母親一般捕魚著這座千塔之城 金色之城 裏面可以看去沒有遇到很多地方 薯米爾臍的環境 往海中找到富翁去嗎 這一時都會在折騰的地方 空中的地球 海中的海中有一輛 還有讓我們周深澤的海中 可能和海中的融本 來到了這兒 我就突然有一种非常肃静的感觉 因为这条河在捷克人民心中的 这个重要地位 不逊于长江和黄河 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的这个地位 捷克音乐之父斯梅塔纳 以六部独立交赏诗组成的套曲 《我的祖国》 其中的一首福尔塔瓦河 交汇着捷克民族的情感和意志 这也被称为捷克的第二鼓歌 福尔塔瓦河上最古老 最著名的查理大桥 正等待着与美丽姑娘们的相遇 大家都说你来到查理大桥 不走过九遍以上 那你就不算来过布拉格 所以刚刚我们在桥上 来回走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用心地在走每一步 真的发现每一步 你的风景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查理大桥上有三十尊雕像 其实每一尊雕像 都有拥有它自己的故事 有人在敲鼓 然后还有大提琴小提琴 然后就特别的欢乐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帅的 一个帅哥在那边打那种 类似于一个特别大的圆盘 应该也是鼓的一种 然后就那个氛围特别好 厚重的历史 并不影响这座城市激情的现代表达 1980年 皮头士乐队主唱 约翰·列农在纽约遇刺 而一名捷克艺术家 在布拉格小城区的一堵墙上 绘制了列农的头像 而这里迅速成为了 列农拥顿的朝圣地 几十年以来 这面墙被无数的涂鸦 不断塑造 宣告着年轻人 对自由的向往 杖·列农是一个 爱和自由的代表 所以所有的人都来这里 选择他们自己的那些想法 我觉得是特别的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梦想 不管它是很大的梦想 还是很小的梦想 但是每一个梦想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今天来到这个墙 我觉得就是 心之所向 深之所往吧 我们能够画出心中所想 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和画力 来创造出我们想要的力量 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 中华小姐们 又会如何去诠释 自己心中的女性力呢 那我们这一副作品的名字呢 它叫做确实版的女孩 我们每一个女孩呢 都在华姐的追梦道路之上 看到中间这个黄色的女孩 金灿灿的发着光芒 它其实一看 也是一个华姐的这个logo 它也像这种我们每一个女孩 然后后面我们也有 粉红色的girl part的字 这个粉红色是我们特意 就表达一种我们的少女心 还有女子力 因为我们是华姐的 这16墙是16个来自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学不同专业 有不同个性的女孩 然后我们想了一下 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颜色 去做一个彩虹这样的作品 代表我们每个女孩 都是不同的颜色 也是不同的个体 但是融合在一起 又是一幅很好看的画卷 画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游客 来自外国的游客 都想和我们的彩虹合影 其实我觉得画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八个人 一起完成了这幅作品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go power 就是大家一起团结 在一起的力量 go power 足球是杰克人最喜欢的运动 波西米亚后裔的不羁和浪漫 都在球场上尽情挥洒 女子力满满的华姐们 来到了布拉格斯拉维亚 足球俱乐部 感受优雅 但不是刚任的杰克足球 布拉格斯拉维亚 草创于1892年 是杰克历史最悠久 最著名的俱乐部之一 曾经在这片旅营场上 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而如今 在中信集团的帮助之下 这一支老牌竟旅 正续险如荒 其实我一开始 没有很了解足球 但是我看那两个影片 我居然想落泪 因为可能是那个背景音乐 配得太染了 我觉得我好感动 就是他们每次进球的瞬间 然后他们胜利的瞬间 球场上的激情私舍 华姐们也要亲身体验一把 俱乐部为每一位选手 准备了印有他们名字的球衣 而他们要和捷克女甲 联赛排名第一的 捷克斯拉维亚女子足球队 较量较量 然后我踢的是前锋的位置 以前在德国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体育课有过足球课 我没有练过 但是我觉得今天 和他们专业的比赛 真的是让我觉得 有点不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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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始比赛之前 我们有训练嘛 训练的时候去带球跑啊 或者是颠球什么 就都没有那么难 结果一上场 对手都放水成那个样子了 我们都还是很难过球过去 真的是完全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特别友好 然后也没有说是要特别认真地 给我们抢球 然后我们也都在尽力去做嘛 因为我们也没有学过 我是队长 然后还有这个前锋啊之类的 大家都每个人都站好自己的位置 虽然中途有一点混乱 但是大家整体 接下来还是进了 差不多有五个球 我是中把混血 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踢足球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但是我能够赢了一顿 所以我非常厉害 其实我还是挺挺内疚的 因为还是有蛮多的球没有守到 但是他们就会非常好的说 没关系啊 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然后但是我们大家 就是虽然认识的时间 不是很久队员之间 但是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的团结 因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Girl Power嘛 然后我们就 我觉得我们已经秀出了Girl Power 我觉得今天特别开心 虽然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足球就是交流的语言 这群青春勇敢的女孩们 用热情和活力感染着彼此 一直拼杀赛场的女足队员们 会给美丽赛程中的华姐们 怎样的建议呢 享受过程 享受年轻的赤诚与勇敢 享受沿途收获的情谊 在夕阳笼罩的绿营场上 华姐们要一人一票 选出本届比赛的友谊小姐 而投票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 潜在心中人选的球衣之上 好后悔啊 最终来自巴西的合力获得五票 获选为2018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友谊小姐 我从来没想到我可以拿到Miss Friendship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学生都很柔软很拨赛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庭 但我非常感激烈 因为我会认识这些美丽的女孩 我真的没有表现 他们都很精彩 很美丽 和朋友在一起 看美好的风景 走美丽的旅程 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 结合更多的奥秘 还在等待16位选手们解锁 而他们当中将会有12位最后出现 走向总决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